大家好,我是佳佳 欢迎收看我的影片 目前订阅率已经达到965咯 请正在看这部影片的您 如果还没有按下订阅的话 请帮佳佳一个忙 按下订阅钮,关注我 希望这部影片我们能够达成1000个订阅好不好 今天要来讲的同样是灵异经验 之前我分享我自己或者是朋友的亲身经历 真的没有像电影那么惊悚 从头到尾被鬼吓 或是结尾就是被鬼拉去另一个世界 那因为我们也是普通人 没有那么的虽小 天天都在见鬼的 难得遇到一次灵异经验就很不得了了 还天天被鬼追 所以如果您希望的是像电影那样 从头下到尾 灵异指数高达五颗星的话 这部影片可能只有一颗星 或者是两颗星左右吧 因为今天的影片里面 还有介绍到一些美丽的景点 虽然如此啦 还是希望大家能看下去 因为说不定同样的灵异情况 您在旅游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遇到哦 本周的故事同样是我Maji所分享的 这次旅行的地点是在大陆 我Maji这个时候已经是敏感体质了 当天他们的行程是五天四夜 参访的地点是由大陆的山西 湖口瀑布 以及悬门寺 还有云冈石窟 皇城巷 夜门关 印线木塔 最后是平遥古城 以及五台山 这次除了我Maji全家人 同行的 还有Maji爸爸的两个朋友 他们是一对夫妻 这次呢 我Maji学乖了 没有让A小姐一起去 那么待会呢 为了方便叙述故事 所以等等 我会用第一人称 来说明整个故事的经验 我们这团旅行团 全部大概有二十几个人 因为呢 我喜欢跟人聊天 交朋友 所以得知这团里面 有一个女团员跟我一样 是敏感体质 那么我简单称她为Y小姐好了 我们第一天从山西出发 就抵达了湖口瀑布 这个瀑布宽有三十米 深大约五十米 最大的铺面呢 有三万平方米 亚洲飞人 台湾的艺人 柯瘦良 以及极限飞人 朱朝辉呢 先后驾驶汽车跟摩托车 成功的飞越这里 因为第一次看到那么壮观 那么宏伟的瀑布 每一个游客都离得非常的近 包括我自己也是 不过很奇怪的是哦 总感觉呢 有一股力量要把人拉下去 而且当时啊 我的脑海中一直出现一个声音 它说来吧 来吧 往这里跳下来吧 我一直觉得 好像是要被吸下去的感觉 而且心里一直出现这个声音哦 总觉得怪怪的 所以心里就想 靠 我还是离远一点好了 第二天我们第一站呢 来到了玄空寺 它是一座 卢氏道三教合一的寺庙 这个寺庙呢 建于北魏年间哦 现在已经被中国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到这里的时候呢 马上就有感应了哦 但是感应的程度呢 是身体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所以我有进去这里参观 因为如果是感应太强的地方 我就会避开那里 选择不进去 不然除了我的身体 会有很强的反应之外 也会整个人哦 整个精神都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接下来的景点哦 我们就到了云冈石窟 在这里哦 能看到非常多巨大的石像 听说摄理建于北魏文成帝的年代 大约是西元460年左右 长达一公里 伊山开招 现在纯有的石雕像哦 大约还有五万一千座左右 最后一阵呢 我们来到了皇城巷府 又称武庭山村 它是清朝康熙年间哦 文渊阁大学是 城庭静的府邸 现在则是中国国家 AAAA5A景点区 第三天我们到达了平遥古城 它是清朝晚起哦 中国的金融中心 并且是中国目前保存 最完整的古代现成格局 更被称为是古代中国的华尔街 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天 整个古城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来到这里哦 仿佛感觉像是时光倒流一样 古城内呢 有非常多的景点 像是平遥文庙 平遥县署 平遥城墙 日升舱票号 中国标局博物馆 平遥古民居博物馆 当时呢 我们一路走一路逛 接着导游就说呢 要带我们去看一尊佛像 因此我们全体就跟着导游 来到了一个类似中庭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外面有阳光 但是呢 当您走进室内之后 您则是会感觉超级无敌暗 因为没有日光哦 所以呢 只可以看得到几根蜡烛的光芒 当我进去那个黑暗的房子之后啊 我就感觉哦 这个空间里面 好像呢 不是只有我们这些人存在 这个地方的出口呢 是在这个中庭的中间 这间大屋子内呢 有一尊佛像 而出口处就在佛像的两侧 虽然出口两侧的门哦 都有一些阳光啊 照进来 而且呢 室内也有蜡烛的亮光 但是我非常的纳闷 为什么整个室内那么暗啊 一般有供奉佛像的地方哦 不是蛮明亮的吗 为什么这里是暗到呢 我看不到中间这尊佛像是什么 长什么样子 老实讲哦 整个感觉就是非常的诡异 结果我们团圆里面 这个有敏感体质的歪小姐 她就拿着手机哦 对着里面这尊佛像拍照 老实讲 拍出来呢 真的是一片黑啦 里面那尊佛像哦 也完全是黑的 结果当我们出来之后 仔细一看 竟然发现这张照片上 那尊佛像的旁边哦 赫然出现了一张非常清楚 非常明显的透明老人脸 当时整个团的人都吓到了 一直七嘴八舌的说 怎么会拍到那么诡异的照片啊 由于真的是太可怕了 所以呢 当下歪小姐呢 就把这张灵异照片给删除了 后来我们来到了一座古代监狱 这里已经整修过了 可是呢 还看得到当时清朝时代 所留下来的监狱跟刑具 当时是白天 而且是一群人在里面逛 可是呢 当我逛完之后 我的身体就有反应了 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哦 要靠近我的身体 当时看完的人 导游就会把我们集中在一棵树荫下 等待呢 还没有逛完的人 那么我跟我弟弟还有导游 就率先呢 到达这个集合点 并且站在那里呢 等其他的人 那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身边的气场怪怪的 所以呢 我就对着我弟弟说 我们去晒太阳吧 这里呢 有含义 晒晒太阳 吸收一下阳气 结果没有想到呢 导游过没多久 也跟着过来晒太阳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感觉有一股阴风跟着 第四天呢 我们到达了五台山 这里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五台山呢 其实并不是一座山 它是一系列的山峰群 在这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寺庙 据传拥有的寺庙呢 有128座 现存的寺院 共有47处 台内39处 台外有8处 一到达这里之后呢 我就感应到非常强的磁场 不夸张哦 在车子还没有到达停车场之前 还有一段距离哦 我就开始打嗝 而且呢 是打嗝 打到想吐的那种 如果不知道的人哦 应该会以为我孕吐吧 因为我家人哦 知道我是敏感体质 所以我姐姐就问我说 等等你要进去吗 我就说 我不要进去了 感应太强了 接着呢 我就跟歪小姐说 你也不要进去好了 这边的磁场很强 但是她说 难得来了 当然要进去啊 后来我就只能呢 在车上跟司机聊天 等着他们回来 当时我心里是想 有敏感体质 真的很困扰耶 花大钱来这边参观 却不能进去 因为真的很怕被什么上升哦 就麻烦了 假如发生这样的状况 应该也没有人哦 能帮忙解除 等到他们出来的时候 歪小姐就对我说 还好你没有进去耶 然后我就说发生什么事了吗 歪小姐就说 她一进去的时候就开始头晕 当走到塔那边的时候 差一点就晕倒了 感觉哦 有一个未知的灵 要强行上她的身 我回她说呢 我有提醒你不要进去咯 里面的磁场很强 因为我都打格打成这样子了 我在想如果我去的话 一定会被神明抓紧 晚上到了饭店哦 住的是哪一间饭店 我真的忘记名字了 后来我们各自回到房间 然后呢 我就跟我姐说 我去晃晃 在这边呢 要跟大家说明哦 我麻吉说的晃晃呢 就是呼吸新鲜空气 抽烟 那个时候 我正跟我闺蜜哦 在聊天 我这个闺蜜哦 她也是灵异体质 不过她不像我一样是打格 有的时候 她是直接就可以看到 异界的灵体 当时我正沿着走廊 一直陷的走 这条走廊上的灯呢 是黄色的灯光 走到底之后 走廊的另一边呢 有沙发跟桌子 于是我就过去沙发上坐着 然后呢 跟我的闺蜜通话 我就说 我现在呢 走到一个有沙发的地方 然后这边的电灯哦 是热光灯 旁边是一条长长白色灯光的走廊 试看过去哦 老实讲 我觉得很恐怖耶 而且有一种越做越毛的feel 感觉就是有一股无形的压迫感 说到这里之后 我知道这个空间有灵异朋友 她在哪里 我并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应该离我很远 因为我还感应不到 但是有感觉她越来越靠近我的样子 反正呢 就是全身开始发毛 这个时候 我电话中的闺蜜呢 马上对我说 赶快离开那里 不要一个人待在那边 快 快跑 我一听到这个话 我恶话不说 马上就离开 并且回到房间 隔天呢 有一个团员跟我们说呢 她昨晚遇到一件很毛的事 她说 她也是沿着饭店的走廊走 结果呢 到了一处有沙发的地方坐下 当她呢 抽完烟 准备离开的时候 竟然怎么走 都像是在原地绕圈圈 走来走去呢 一直找不到她的房间 短短的一段走廊 她竟然呢 来来回回走了十几分钟 还走不出去 我就问她说 后来你怎么回到房间的 她说呢 结果是有同团的人 出了房门之后呢 才拯救了她 我当时心里就想 如果没有遇到其他的团员 她不知道呢 会被鬼遮掩多久 当下呢 也很庆幸 我那个时候 正跟我闺蜜在通话 是我闺蜜救了我 因为呢 她的地肉感很强 预感都很准 如果当时不是她叫我快跑 那我应该呢 就像这个团圆一样 被鬼遮掩 或者是鬼上身了 这一路玩下来 虽然遇到一些很怪异的事情 但是呢 一路上都还算平安 而现在的我 因为感应也多了 所以呢 我都以平常心去对待 其实哦 听完我 Machi分享的故事之后 我自己啦 是觉得 世界各地哦 都有灵异事件的存在 但是呢 我还是那些话啦 心存善念 心存敬畏 善良的人呢 一定会有福报 而且冥冥之中 神佛也会保佑你 度过各种难关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哦 对了 因为我平常哦 是位活动主持人 最近我们团队 创立了LINE官方账号 像是婚礼 回牙 庆生 商演等等哦 反正和快乐的事 有关的活动 不管是硬体设备 或者是表演计划 我们都有服务哦 所以有相关需求的人 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官方账号 LINE 小老鼠869 IXXVK 记得英文部分要小写哦 如果想和我分享故事的朋友 可以写信到我的信箱 GN111000A 小老鼠Gmail.com 再次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